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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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天氣熱得不得了 太陽很曬 熱力四四 意思是 今天來到的位置是萬錦區 Steels甲Burchmark Steels以北 這個商場是否覺得熟口熟臉呢 這個商場的名稱叫做Harvest Moon Plaza 是在4080 Steels Avenue 在幾個星期之前 我們和大家也有來過這裡 和大家報道過 我現在是左手邊這間餐廳 它的前身是羽人碼頭 當時已經正式結業 也正在張修 所以和大家說說 告訴大家 會不會有 其實都會有的 已經知道了 就是有新餐廳進駐 今天這間新餐廳是正式營業 在一個試營業的階段 它的名稱是一龍小酒館 這間店舖和餐館 顧名思義 就是有酒飲 以及吃一些能夠送走的送菜 剛才我進去問了市應姐姐 到底你何時開始營業呢 今天是8月4日星期日 市應姐姐就說 今天是他們第三天的試營業 亦都問了他有沒有特惠 以及看看有甚麼食物 初時我們打算 只是和大家報道 不會食物 但是我進去之後 容易得馬上坐下 因為裡面的裝修相當特別 對於我們一眾香港的朋友 未必覺得是很投入 因為它的主題 並不是和香港息息相關 但是反而給我的感覺 好像帶回我在幾十年之前 國內的感覺 雖然幾十年之前 我未必去到國內參觀 又或者去遊歷 但是給我的感覺 好像是很有懷舊的風味 加上有一些 例如收音機 有些衣車 都好像熟口熟臉 好像我很小時候 家裡都好像有用過這些物件 所以令到我很投入 就很想馬上坐下來吃 當然要看看 到底有甚麼餐單 合不合我們吃的 裡面吃的東西 就是剛才說了 就是一些送走的東西 例如一些串燒 它串燒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還有一些燉菜 還有一些涼菜等等 聽到這裡 是不是很心急 看看我們會不會進去吃呢 想一想 再跟大家說 無論我們的決定是怎樣 進不進去吃 都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會打出 有些相片和裝飾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來光顧一下 當然 希望你們可以 繼續支持我們 給多點Like我們 和把這條影片放開 讓你的朋友見得到 會否來光顧 就隨便你了 至於我們 繼續留意 自己的觀眾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